来看这个现场 民众要问的是法治单位里公权力何在 在台中地检署有民众直击 在侦查亭外的走廊上 有一位民众呢当场在这里抽烟 一位法警发现之后制止无效 而这名男子还反唇相击 但是旁边你看看 还有另外两名法警 他们是直接离开视若无睹 民众要问的是 不守法的人是不是只要凶一点就没事 侦查亭外男子叼烟 法警就在眼前 法警都说了法院内不能抽烟 不过男子始终把烟叼在嘴边 而且开口闭口就是反抗法警 一再被呛 男子外加动作挑衅法警先生 不过任凭法警怎么劝都没好 最后居然不是取缔 而是这位一号法警掉头走人 法警都走了 男子翘着二郎腿大声说 你咬我啊 接着二号法警从走廊上经过 似乎没看见花圃上的男子嘴里咬根烟 最后再来一位三号女法警 但就是没人要这位先生把烟收起来 法警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严肃 非常严厉的在跟那个人讲 可是就是因为那个人不鸟他 根本就不甩他 他弄得他自己也一头雾水 他自己也没有办法 虽然男子一再声称自己没有把烟点燃 但在地检署这样的禁烟场所 先抽烟被抓包 再用嘴巴叼着没点燃的烟 引人侧目最高可能被罚一万元 但法警劝阻无效 掉头就走了 最后该由谁来取缔 让目击现场的民众满脑子问号 今天新闻 林梦张 林嘉庆 掌控剧动台中采访报道